关于洗牙师学校的选择,在加拿大洗牙师学校有两种,一种是公立学校,一种是私立学校。 在公立学校的入学申请比较难,入学考试要求高,读书时间比较长,一般是三年。 如果考上之后不是马上入学,要在未听例子里头等名额,什么时候等到不知道。 在私立学校入学难度相对低,入学考试相对要求也不高,读书时间也短,18个月,可以马上入学。 关于私校的问题,您要问两个关键的问题,一个是这个学校能否有资格申请OSAP,就是学生贷款。 但是有的人能申请到,有的人申请不到,只要看您以前的收入,要给OSAP提供您以前的报税单。 第二个问题,这个学校在毕业后,您是否要参加单独的临床考试? 通过这个临床考试,才能够参加全国的洗牙师资格考试。 在资历高的洗牙师学院毕业的学生,一般不需要参加这个单独的临床考试,可以直接参加全国的洗牙师资格考试。 第二个,学费的问题,公立学校一般是两万三年,私立学校五万加元,18个月。 如果您能申请到OSAP,就会好很多。 第三,学校离家的远近,交通是否方便,也非常重要。 这样,您上学会很方便,您的朋友来学校,做您的患者,也会很方便。 一般您的朋友大多数住在您家附近,因为有的时候,临床课要在早上8点半开始,9点钟,病人就要进入学校的医学实习区。 如果路途遥远,有些朋友就很难配合。 第四点,切记,一旦入学,中途尽量不要转学,因为那会非常麻烦。 因为涉及到OSAP的退款,还有重新申请的问题,手续非常繁琐。 另外,在以前学校学的课程,在另一个学校可能要求重读,这都会延长您的上学时间。 以上四点,供您参考。 注确,然后在这里。 谢谢观看